肖战二二七事件发酵时候 一夜之间 肖战在网络平台沦落到人人喊打 当时有一些粉丝曾期待过 马薇薇会用他的口才思辨为肖战发声 等来的却是他的落井下石 粉丝挨打立正 正主出来说话 当网友在评论区说 马薇薇忘恩负义时 他却说是因为收到了太多粉丝的私信 所以才发声 在两点多的时候 他又发微博称 愧求不举报 这句话很明显 就是在内涵肖战粉丝举报一事 果然靠嘴皮子吃饭的人 损人的时候都能做到这么阴阳怪气 网友对马薇薇这一系列操作感到气愤 主要是因为 2019年马薇薇开了一档新的访谈节目 如日中天的肖战 成为了他节目的第一期嘉宾 为他的节目打响了第一炮 一个新节目 第一期嘉宾非常重要 而肖战能够成为马薇薇的第一期嘉宾 像这种小节目 对肖战一点好处都没有 可肖战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来帮了他 肖战分享自己走红之后的感受和态度 马薇薇凭借这段访谈圈了一大部分 让自己的新节目备受关注 当时肖战在节目中 还觉得马薇薇算是他的朋友了 可是马薇薇作为朋友 不需要他明显地站队 起码不要落井下石才好 如果真的是为肖战好 大可以私下联系了解 这样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内涵实在是不厚当 下一次再碰到肖战 不知道他会不会尴尬 不过跳出这件事 就马薇薇这个人来看 他能做出这样的事也不奇怪 和周旋逸公开恋情之后 马薇薇首撕周旋逸前妻 哪怕当时已经被周旋逸的老便友 扣上了小三的帽子 他面对周的前妻依旧义正言辞 江斯达和马薇薇本是同一个节目的战友 但他却率先在节目上对江斯达发难 还联合黄直中、邱晨等人一起攻击江斯达 各种指责江斯达买热搜 说起来江斯达和肖战事件又有些相似 都是因为粉丝为维护症主而引发的危机 本来这件事只是粉圈的战争 肖战是唯一一个被牵扯进来的明星 虽然也有王思聪、余正等人点赞相关事件的评论 但没有人会傻到公开表态 让这次事件再升级 马薇薇平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蹦打也就算了 现在还主动蹚着蹚浑水 他可真是娱乐圈的一朵奇葩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